今天是礼拜一 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日 今天的晚餐有白饭 白菜炒黄色的西兰花 然后还有鸡肉炖红萝卜 今天礼拜四的晚餐是有 就是芝士薄饼 然后炒青椒炒土豆丝 雪菜炒肉末和一点白饭 今天到了礼拜五 今天的晚餐是白饭 半只烤鸡 然后还有一锅 红萝卜白萝卜和白菜和排骨煮的汤 今天到了礼拜六了 今天晚餐是鸡翅膀蒸蛋炒白菜 炒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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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拜天的晚餐是之前剩的烤鸡 炒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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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黄梨炒鸡 是我打算配白饭来吃 小孩子吃这个知识通行粉 大家好 礼拜三的晚餐是 小孩子吃 macaroni and cheese 加一点芹菜调配 ranch sauce 然后我吃的是白饭 配雪菜炒肉末鸡蛋 因为今天等一下是有 pajama party 所以今天的晚餐 我们就吃sandwich 牛肉 牛肉的sandwich 里面有spinish tomato pickles 还有green pepper 今天是礼拜五 也是年三十 所以我煮了一点 多一点的菜 当做是年夜饭了 但是因为我老公 他很晚才会回家来 然后小孩子 你看小孩子 他炒着要吃这个man and cheese 他们都已经吃饱了 都已经不要吃了 所以这个年夜饭 就只剩我一个人吃 首先是炖猪肘子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马铃薯 红萝卜跟卤蛋 然后是日式芝士煎蛋卷 炒菠菜 然后蒜蓉豆腐 蒜蓉 豆腐蒸虾 úsic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